你好, 我是預約房的太監姚雙喜 想拿藥給兒蘭 你說甚麼? 是董惡兒蘭 你也失心疯了, 過煮吧 飛… 你貴貴小小女兒幹甚麼? 我來找你, 剛才你們的宮女多沒禮貌 我一說找董惡兒蘭 她就一聲關門, 你是不是得罪人? 是呀…你怎麼知道? 你真可憐, 你又有病又得罪人 我們真是同事天涯倫諾人 你真是煮了藥給我? 當然了, 我答應了要好你的 你不用擔心, 我試喝過沒事的 你放心喝吧 你幹甚麼? 沒有, 我們萍水相逢 我只不過是一個小宮女 你為甚麼要對我這麼好? 太監宮女只是一家人 你快點拿回去, 喝了她, 然後休息吧 不行, 被姑姑看到了 藥戶也打破我 我帶你去一個特別的地方 去哪裡? 很特別的地方 你還在賭寫 國樓是紫禁城中的地 想不想得去的? 被人打臉又怎麼樣? 不怕… 這時候的小偉推出紫禁城 這個位置會運看管的 對面不是北京城? 新月已生非了外 落下金就是夕人勢 好, 你看我以前就住在那裡三厘胡同了 走, 喝完了, 一滴不留 這麼快喝完了, 還很熱的 我不怕熱的, 我只是怕孤獨 我媽媽押娘做死 我本來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 但如今只剩我一個本身不死 每次來到這裡, 看著北京城 我就很想很想有一天, 化成小鳥 一飛沖天, 知又知在 雙喜, 你知不知道天下有多大? 我只知道山無靈, 天地合 我還聽過洋人在很遠的地方 發現了一些黑皮膚的人 有多遠都好, 我也有法子 一飛沖天, 直上天庭 胡說八道 千真萬確, 我還可以跟死了的阿媽聊天 幹什麼? 有時候怪著阿媽, 我就會放足蜻蜓上天 然後向天細雨, 阿媽就一定聽到我的聲音 我只知道放足蜻蜓 有若恐名借東風, 蜻蜓必須借風而行 風越大, 蜻蜓就會飛得越遠 你放給我看 喜豐…我命令你喜豐 你有沒有這麼厲害? 喜豐正在, 喜豐正在 對呀, 真的有風 阿媽, 我很想念你 娘, 我也很想念你 阿媽, 我很想念你 娘, 娘, 別顧著你 太后, 太人的地方你不用專程來巡查 宮女在宮中無親無故 主子應該對他們多加關顧 主子, 你真是雜身人口 糟了, 太后來了 大膽怒吵 看到太后還不下跪? 太后吉常… 免禮 謝太后… 你們鬼鬼祟祟在這裡幹什麼? 我是鬍嬤嬤嬤, 老皮…老皮在這裡補鞋 大膽怒吵 內務府規定 宮女在宮中只可以穿素色的鞋 你們只得幾雙腳, 又何須這麼多雙鞋呢? 到底所為何事? 你們已經犯了宮規 是不是要多加一條欺門太后之罪? 太后要命啊 老皮… 老皮也可以聽從安德海的吩咐 安德海 本宮查知你利用宮女的刺售 到宮外進行買賣徒利 到底是不是真有其事? 回太后, 奴才的確有做過 你知不知道這樣做是犯了宮規嗎? 太后, 奴才真的知道錯了 奴才以後都不敢 孤年美初犯 不行 此事絕不能作罰 當年順治帝在立國之初 設立了無數戒條 太監結黨刑屍, 該當何罪? 太監不得結黨刑屍 為者依例被判死刑 既然如此, 你還明知故犯? 太后息怒, 激怒太后罪過節福 就算奴才有天大的膽 也不敢自把自圍 住口 別以為幾句花言巧語 就可以蒙混過去 奴才之罪, 靠太后饒命 乃念你曾經為本公納下不少汗馬功勞 就免你的死罪 但死罪可免活罪難 安德海, 你犯下大錯 今天就要恥奪你七品太監的品位 象責三十 扣糧享半年, 以警效由 人來, 抓他出去, 打 走 主子吉祥, 姓太監吉祥, 福爺 蓮英, 今天叫你來 是想跟你一起商議 主子, 奴才只不過是奴才 何德何能 李蓮英, 你已經清楚內隆去脈 既然阮太奔這麼信任你 你就是自己人了 自己人 冬爺是唯一知道 小阿哥是死於非命的人 我已經派人鳴查暗訪找他出來 有人說他回到鄉下 有人說他被人擄走 但他至今生死未卜, 下落不明 主持說你每次去清涼子都會去探望他 那你上次看見他, 又沒有異樣 事關重大, 牽涉到兩宮太后 愛申閣羅和大清國魂 你要想清想楚 絕不能分裂任何細節 最近預約房罵鬼 黑馬馬, 鬼聲鬼氣 你不要再說了 你沒有走, 他還是很多 奴才想回當日的情境 冬爺和往上一樣 你想清楚 真是很細明的異樣都沒有 沒有 毫無諸師馬跡, 要找冬爺, 可謂難過登天 沒了冬爺, 恐怕難以告發西太后 如果沒有奴才的事, 奴才才能告退 那你退下吧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多些TVB 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鈴鐺 訂閱吧 粉费